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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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職人首先要很專注 然後對你做的事情很有信心 再來你要不怕把你的手弄漲 克服很多困難 然後堅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還有不能妥協吧 你要有一個堅定的中心思想 因為在做一件事情的過程中 你一定會遇到各種質疑 各種挑戰不如意 一時的不如意 不是什麼重要的挫折 那你把眼光放長之後 你就不會太糾結於當下的挫敗 我覺得可以回到像電玩 那種戰力分析五角圖來看 有的人有一擊必殺的絕技 但我覺得我算蠻均衡的 就是我的五角圖應該看起來是還蠻完整的一個圖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學習新事物蠻快的人 所以我可以延伸觸角到不同的領域 然後每一個階段需要用到能力不一樣 那我覺得我也漸漸發展出不同的能力 讓我的戰力比較平均一點 長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圖 美食世界非常複雜 它其實就像萬花筒 你每轉一個角度 它就會產生全新的面貌 我覺得我也不可能去記清楚萬花筒的圖案 那太複雜了 但是我希望可以盡量去探索 有很多前輩走在前面 只是他們發生的方式未必相同 那這個跟時代也有關係 有時代的不同 還有媒體工具的不同 那我只是剛好在這個媒體生態劇烈改變的年代 包括科技也不斷的在創新的年代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發生的位置 那我也還是不斷的要跟著時代前進 然後美食永遠是很多人共同的愛好 它有廣大的群眾 對只是看你怎麼樣找到你的角度 然後並且分享你的所愛 如果美食家可以被稱為一個領域 是一種職業的話 我覺得我正在發明這一份工作 它當然要對於美食有很深刻的了解 累積實體的體驗 但是它也是一個建立論述發揮影響力的過程 那我還持續的在耕耘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成為我一生的職業 那我也有很多人可以選擇